在美国宣布将本属于阿富汗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之计 美加以所谓维护人权的理由 发表反对任意拘押宣言一周年的声明 这充满了讽刺意味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揭露美加虚伪双标的生动教材 让国际社会更加看清楚以下事实 首先所谓的反对任意拘押宣言 是一个外交欺诈的杰作 加方在美方的附和支持下 违背一些国家明确表示不赞成 不参与联署所谓宣言的意愿 强行将他们纳入联署名单 这种违背国际关系准则 无中生有的欺诈行为 也遭到了这些国家的反对 第二 加美才是任意拘押问题的典型代表 加方发表所谓的宣言 完全是颠倒黑白 加方在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 对其拘押长达一千多天 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 美国更是任意拘押的老手 我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在美国内任意拘押无辜移民 强迫移民儿童与其父母分离 导致无数家庭分裂 在美国外 关塔纳摩监狱 只是美国遍布全球秘密监狱网的缩影 据有关的人权组织披露 2001年以来 美国使用多达17艘军舰作为浮动监狱 海上关塔纳摩的人权悲剧一再上演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 在阿富汗以及美盟国境内 设立了大量的秘密监狱 入侵伊拉克后 对伊拉克平民实施暴行 酷刑和谋杀 阿布格里普监狱 虐求丑闻举是震惊 任意拘押这顶帽子 美国戴在头上最为合适 我想强调的是 无论是在任意拘押 还是侵犯发展中国家人权方面 每家都有很多令世人哗然的不光彩记录 我奉劝他们还是停止虚伪荒谬的表演 多将精力用到改正自身 包括任意拘押在内的各种违反国际规则 侵犯人权的劣行上来